嗨,大家好,又是新的一天 昨天我们还在跟点点送菜 但是呢,真是人生无常 我们这一栋楼也被封了 早上松岚小泽回来之后 我们看到门口有人在拉安全带 然后开车开到地下室 从地下室那个铁门进来 铁门被上了锁链 后来一问才知道 我们那一栋楼有密帖接触者 现在也要把楼封了 隔14天 所以呢,我就跟鸡婆先没有先进去 我们开到这个菜市场这里来了 看先买点菜 要不然到时候谈购菜啊 点点他妈妈说了,也不新鲜是吧 所以我们现在在菜市场旁边停着在 马上鸡婆去买菜 我把唐美拦着 哎呀,现在鸡婆很担心 其实关14天也没问题 蔬菜不新鲜呢,也没有问题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小泽的学业跟不上 我刚才还建议鸡婆 比如说是我们上去看找个什么理由 把证件一拿,出去找个房子租个房子 或者是租个宾馆 后来一想啊,那也生活也不方便 算了,还不如鸡婆在家好好的教小泽 小泽现在还没上三年级 还没有什么作文吧 都还是认字接担,还蛮简单 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哎呀,现在真是麻烦 还好是密切接触者 如果说是真的是确诊的话,我们整个小区都会疯 真是不知道是谁是密切接触者 我们问谁是密切接触者 社区也不跟我说 反正她说就是你们这一栋楼里面的 现在租婆很焦虑,我也很焦虑 好烦啊,本来我们有很多计划的 这算是,又太耽误事了 我觉得算了吧,还是去买菜吧,多买点 还有一点就是唐妹,唐妹她每天都要遛她 把我们关在家里,唐妹怎么办呢 两年前封城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唐妹,还无所谓 现在有唐妹了,每天要遛她 这把她关在家里面,又遛不了她,这怎么搞 哎呀,好急人啊 好,你去买菜吧,多买点菜,好吧 那租婆已经崩溃了 其实我们站在车上坐着,已经坐了一个小时了 就这样发呆,好烦人,真的是好烦人 什么时候这个病毒才能被消灭啊 老实搞这样也不是办法 我带着唐妹在这玩一会儿 这里有个小公园,刚好晒晒太阳 买几天的 我看着买了 哎呀,你别多想了,好吧,不要不高兴了 我带着呢,你要不要给隔壁买一点 我留个草坪,让唐妹在这玩一会儿 我把唐妹解开了,让她好好玩一下 因为马上她就没得完了 唐妹,唐妹,过来 我给你说,来唐妹 你赶紧好好玩一下啊 不然你一会儿就没得完了 唐妹,一会儿你就没得完了 买完了 都有啥 就放后面吧 这是两条小鱼娃子吗 对,便宜的小鱼娃子 好,上唐妹 水果肯定要买点来 不然在家里光吃饭 买了一板鸡蛋是吧 买了一板鸡蛋 买了 别动唐妹,坐喝 其实没买多少钱 他们回去了,回去就不能出来了啊 好,现在我们就回去 哎呀,回去的就不能出来了呀 你说是吧,你把那个密接者拉走隔离不就行了 你怕电梯里面跟谁有接触 你就查电梯监控嘛 你把电梯监控的那几个人都接走 没必要把一栋都封了 真的是蛮影响蛮大 那孩子学习 本来成绩就不怎么样 家长的话,他又不怎么听 在学校里还挺老实的话 这一下子14天不去 两个星期不上课 绝对的倒数第一 好了,到小区底下了 现在我们提上这个菜回家 哎呀,进去了就不能出来了呀 找他们,你也是一样 进去了就不能出来了 哇,这好重啊 要不我们还是在外面待着 地下室已经封了 只能从门口进 门口全部都是警戒线 这地下室已经锁了 大型样子 这栏杆都换的新的 不锈钢的 从楼上 他们你奔个啥奔 真是怎么干的 我们早上送完他上学 我就没回去过 那就不用回去过 把东西给他们 家里有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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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不能上吗 下面都锁了 我们那边的电机也是下车库的 你们两个去一家吗 嗯 那回去一个人啊 你不是娃上学了吗 就是啊 这家我也是在外面等着接娃 回去一个人 那 我接娃我单独在出来不行 不能出来了 进去了就不能出来了 那你干啥怎么办呢 就是留一个人接娃 留一个人在外面 妈呀 啊 这种事情呢 另外一个人把东西拿回去 要不就把东西就放这里 就放这里 我们再出去 对啊 反正它又不会有人拿 你把东西放他们 给他们放的就可以了 你崭搞 我这回去一个还是崭搞 那你回去吧 这警戒线已经拉起来了 这我跟鸡婆还不能都回去 还留一个人在外面 一会儿要接小泽 我们如果都回去了之后 一会儿小泽还没人接 还有这种事情呢 都回去 一会儿要接小泽 那真的要是不能出来了 那不可能 不可能 我还在外面呢 我外面我又没住的地方 我住哪里 真是 你真的不想进去 静客就不能去啊 那我现在在哪里呢 现在是 你静客就不能去啊 那我在外面住哪里呢 这个得自己想办法 静客就不能再去啊 没有亲友 难解 或者是在这个 这个很难 你进去了 你有工作单位是吧 这个有证明 就是说 因为你的疫情好像需要 是吧 你已经通通了 故人上班 这个都没有 单位可以没有用 你知道 不是说有无助啊 这个上面都有证明 那我一会儿去小泽 那你 正好 那就一个人正好是比较静的 静的就取格 静的就不让取格 关闭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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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那就是 14天 14天 你不是说我何干吗 这跟那个没关系 这里有密接 所以说 密接你把密接关起来不行啊 他有 这个不是说我们说了算的 政府说了算的 对吧 这个防护疫情有什么要求 所以说现在说 您进去就不能出来了 就是我们俩现在要是要回去 等于说 小孩今天还在外面上学 那就是不能出来 我们家小孩就没人接 就是把一个人留外面 你又找人去接 你再打结婚之后也不能 小孩是上幼儿园是吧 上小学 小学 那你就把通知给他老师看就行了 拍一张给老师看就行了 我知道 就是我知道 老师我们会抱抱给老师 一定不够了 就是说我今天下午接小孩怎么办 要不然现在就别出 就留一个人在外面 你把身体的情况取下 你可以接 现在都会把打结婚啊 因为你说我们的疯狂啊 马上就是说 应该现在应该会结婚 今天要上学 今天要课要上完 那你就留一个人在外头 在外面干嘛呢 瞎晃 浪晃 现在是这样的 现在政策是这样的 如果说你进去 就不能让你出来了 我把这要解释给你讲清楚 你还是 就在那儿说 你在外面等着 你在外面等着 你提的动吗 你就在外面等着吧 要不然我帮你 好好好 太松了 你就淋那个就可以 这个给我吧 那我去在车上待着吧 那你就在外面等着吧 看到没有 进去就不能出来了 我这是真是搞不懂 你密接你把密接的 你把它隔离起来不就行了 实在是你插电梯监控 你把那个跟他一起坐电梯的 把它隔离起来不行了 你把一栋全部隔离起来了 而且这些小孩都不能出来 哪有这种做法 算了算了 我看他们也辛苦 我就让鸡婆先上去了 我在车里待着 一会儿小子放学吧 喂 他们操场的那个铁栏杆是吧 买米买牙膏啊 好吧 我就待在外面 一直从中午待到现在 待了五六个小时了吧 就等小子放学 现在我在小子的学校外面 现在在车上有点热 因为今天太阳蛮大 小子马上还有四十几 还有十分钟吧 还有二十分钟就放学了 哎呀 这搞的人 好 接到小泽了啊 现在回去 你妈妈刚才给我打个电话 说还要买一袋米 再买一管牙膏 家里没有牙膏了 没有米了 我们现在去买米买牙膏 我去买米买牙膏 你就坐在车上啊 到了楼下这个新开的超市旁边 小子你别动啊 爸爸去买米买牙膏啊 我跟你一起 你不在车上 嗯 好 那你跟我一起吧 走吧 好 走 那你跟我一起吧 你穿这么少不冷呢 不冷 我都听到你在咳了 落这 落这 我知道 你妈妈给你贴了个男宝宝是吧 对 完全热了 我已经热了二十多 嗯 鸡博说拿点米 我看买一袋什么样的米啊 算了 我就买一袋这种吧 好 几个 好提啊 看 好提 买羊羹 买什么羊羹呢 就拿个这个茶杯件吧 好 下桌子 妈 你使用鸡翅膀吧 这就是烧鱼鱼 哦 但是可以在那个里面 这么大的鱼鱼 有 而已 是什么 有 携多 AND味 啊 姐姐的zelf�库 Hij就放入口罩 我现在刷脸巴 attack 预设中鼻目 开始刷脸 从aint embarrassing каких proxyそれは 甚至多 emb온 多少钱 dign 1600 公司 500 105 把米真的把 你吃炭了 带你放在厚座上 那我们现在就回去了 好吧 一波交代的 东西都买了 然后小子也接回来了 现在就回去吧 回去就不能出来了 好我们回来了 刚才进来的时候 门口的工作人员 反复的确认说 进来就不能出去了 跟我说了好多遍 然后给我量体温 登记搞得好 我们就进来了 在电梯里面遇到几个小孩 他们也是要隔离14天 有一个小孩还哭了 说是不能上学 我看我们小泽 丝毫没有这方面的感觉 你是不是还觉得隔离14天 还挺好玩的 我看你这种思想 你咋搞 人家都着急 你倒好 你倒还开心 我觉得 楼上那个 哪一个楼层的一个妈妈 我认识她 她就在你回来的前几分钟 跟我发的消息是说是 她跟他们班的 老师联系了 说是 说是可以来上学 只要你不回小区 她就想办法 她跟她儿子两个人 都住到她亲戚家里去 正常的送她上学 其实我准备给你打电话的 我说要不你就跟小泽连 不外面算了 左思又想 这又不是长久之计啊 不是个三两天还好 搞这么长时间 你们在外面吃喝怎么办 都不方便 现在是晚上八点钟 抽筹了 然后继续读 小泽在阅读 课外书在 我们这个楼栋已经通知 我们要下去做核酸检测了 小泽我听他说 今天他们在学校里 又再次做了一遍核酸检测 他们这个周已经做了两次了 所以小泽就不下去做 我现在就准备下去 排队做核酸检测去 他今天白天都在外面 等着接小泽放学 所以他白天就特别累 一回家就睡饱了 晚餐也没有睡 等晚一点的时候 我再喊他起来 再下去做核酸检测 说是今天晚上 他们要进行到十一年 好多人排队的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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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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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大坑 太厉害了 老师